一样的和去年一样 现在又是这个Penifold的季节 然后所以我们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还没有被预定的宝宝 然后你们看到这个的话 就是它已经上手了的 所以要记得一个东西 就是要养Penifold的这种Exotic Pet的话 你真的是需要时间去跟它互动 然后它就算是和我们很熟悉 换去新环境它可能也对你很紧张 因为毕竟那个味道不是它熟悉的味道 然后方式啊 饲养啊 互动啊 它都不习惯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讲说 带回去的话尽量不要去打扰它 然后先建立好那个基础的信任先 然后才尝试去摸它 互动抓它 通常这种Exotic Pet 你真的是需要一点时间去 培养你和它的那个信任度 然后才比较容易上手 然后这个Penifold是很容易饲养的 我们已经养了蛮久 然后就是 为一些适合它的狗品 然后 脊肉高蛋白的一些东西 还有的话它会吃少许的水果 还有蔬菜 另外的话就是讲说 你可以像狗这样子劝它 定点大小便 但是那个要比劝狗还要有耐心 第二个东西就是它在马来西亚 人家饲养的话是需要动保的执照 因为它是受保护的动物 所以还有一个东西我一定要强调 很常人家就是会有 不好的经验就是讲说 可能它说我买了不用紧的 到时那个才去找执照 我可以告诉你执照是不能够找的 这个事情很常发生在我们这种Exotic Pet 就是很多有一些就是讲 他们不适合法在买卖的 这些他们会跟你讲的就是 你买了到时才找执照 马来西亚是没有钱解决不到的事情 但是我告诉你 有些时候是你需要用更多的钱 去解决一些小事情 你要记得这个东西 通常购买的手机配一定是 买的时候拿着单据 就一定是有执照了的 所以那一些跟你讲这样的话 你就应该要远离它 你要记得 一样的记得关注我 让你更有智慧羊筒 国外朋友有喜欢的也是一样可以联系 我们可以做Scientist 可以合法出口